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严选好学》 今天这一集节目我们非常荣幸 邀请到亲子天下的总编辑 陈雅慧陈总编来上我们的节目 这一集好阅读单元 雅慧将为我们分享一本 出版非常多年的书 但是是一本经典好书 叫做《爱的艺术》 那是不是先请雅慧 跟我们听众先打个招呼 哈喽有人校长好 大家好 是雅慧晚安 那雅慧为什么要跟我们介绍这本书呢 这本书其实它是一本很老的书了 然后它是1956年出版的 那但是今年2021年 其实在台湾又重新出版 这本书其实它是一本非常经典谈爱的书 我觉得在此时此刻 很想跟大家分享这本书 主要是因为其实今年 台湾也经历了这个隔离啊 隔离啊远去上班啊 然后在家上学 这样子的时光 国外的话 欧美国家隔离的时间 更长达一年以上哦 我觉得大家在这段时间 都非常的孤独 然后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 大概大家都会有很多新的思考 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又是一个非常社群连结的一个时代 其实我们在社群上很容易跟各式各样的人 跨国界的人 就是一秒之中都可以很快的连结 但是我们又格外觉得很孤独 所以在这个时代 不管是学校里头情绪教育啊 忧郁啊 孤独感 其实都是现代人很大的挑战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在这个时候 我自己读这本书 重读了好几次 都有很深刻的感受 然后这一次其实校长 好几个月之前就有邀我 要来上这个节目 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说 我想要推荐大家什么样的书 然后其实在下半年 我就一直很想要重读这本书 然后我也很想把这本书介绍给大家 在这个年代 因为很疏离嘛 感觉起来好像我们 很快就能够跟人家连结在一起 但是又好像有很孤独 这个现象我觉得很特别 是不是雅卫也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其实主要就是我们现在 这种跟社群上的连结 就是你很容易 在社群上你发一个文 就很多人可以按赞 或者是说你很快 你或是私讯啊 或是怎么样 你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人 但是我们的那个孤独 不管是在于没有深刻的连结 就是说你当你电脑关上 或是当你手机关上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觉得 那个感觉不踏实 就是到底我有多少朋友 到底有多少人真的关心我 就是到底若是 我有这世界有任何的变化的时候 我就想要跟谁说什么话 我觉得在这个社群 或者是我们若是只靠着一只手机 在连结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虚幻的 还有就是在这个时代 我们也会常常看到 不管是家人或是朋友 出去外面用餐啊 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只手机嘛 我们在餐桌上距离非常的近 那但是其实彼此 可以看着彼此眼睛的时间 是很少的 甚至可能我们都已经 很不习惯看着对方的眼睛 那这个也是让我们觉得 很疏离的一些关键 就是说我们常常是人在一起 但是其实心是没有在一起的 所以很容易感到孤单 也是在这个时代 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现代人然后动辄 他可能就是有好几千个好友 我讲的是脸书上好友 但是就像刚刚您说的 电脑一关上之后 这些人跟我们其实是很疏远的 杨卫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一谈 这本书里面 他大概谈了哪一些 我们觉得比较好奇的地方 首先我想先介绍这本书 他的书名叫做爱的艺术 可是他的英文的名字 是叫做The Art of Loving 它是动词 那个是Loving 不是The Art of Love 所以他其实这也是 这本书的作者叫弗洛姆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要带给我们的 他的主张跟他的观察 就是爱是一个动词 它是可以 而且是需要学习的 因为他就提到就是说 其实我们几乎成人 一生当中都有过好几次 失败的爱情吧 就不管是单相思啊 或者是人家爱你 但是你不爱人家 或者是说失恋啊 你劈腿别人 或是被劈腿等等 那这些都算是失败的 那个爱的一些经验 但是不像是比方说学业 或者是说人际沟通 理财或者是职业上的能力 我们会想要补习 我们会想要精进 我们会想要跟厉害的人学习 但是我们好像从来不会想说 我们要学习爱 或者是说我们要从这些失败的爱的经验当中 反思得到一些什么样的经验 然后我们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学 怎么样可以更有权力 怎么样学业可以更好 怎么样你可以更有魅力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说 我们要怎么样会更有爱的能力 那但是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 有没有幸福感 然后你会不会觉得是 很有存在的意义跟价值 其实都有关于 你有没有爱的能力 你有没有被爱的能力 所以这是佛洛姆 他在这本书 我觉得第一个 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 一个主张 那我也想稍微介绍一下佛洛姆 他其实是出生在1900年 然后1980年过世 所以他已经过世40年了 然后他是一个德国的心理分析家 他是那个犹太人 所以他曾经被希特勒列入猎杀名单 就是希特勒那个时候 有一个猎杀的犹太人的知识分子的名单 他就是在其中 还包括那个时候的爱因斯坦 佛洛伊德等等 那佛洛姆他是一个心理学家 但是他比较特别的是 他在大学的时候 读心理学跟社会学 后来到柏林大学 在念精神分析 后来自己成为精神分析家 但是因为他有社会学的背景 所以当他在谈心理学的时候 他是从一个社会背景的结构 来看心理学 所以你在看他的文章 跟他的论述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 他有一个社会学家的关怀 那这本书是在1956年的时候出版 然后那个时候佛洛姆56岁 然后已经经历过两次的世界大战 这本书一直到现在被翻译成 34个国家的文字 佛洛姆他一生就是 刚刚讲过他 遭逢德国人掀起第一次跟第二次大战 然后中期一生其实他都在漂泊跟逃亡 因为他是犹太知识分子 所以他其实真的是生活在 人类自己毁灭人类的时代 所以他跟其他的心理学家很不一样的是 他其实他在讨论这个爱的时候 他也会一直讨论自由跟正义 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一本 为什么会是这么经典的一本书 为什么一直到现在 还这么多人在看 也还有出版社想要重新把它出版 很多人他在爱失败的经验里面 抱怨说是他的对象不对 没有特别去思考说 有没有那个爱的能力去爱别人 甚至爱自己 在这本书里面我看到一段 我是非常有感觉 他说就是说你要去爱别人的时候 你也一样的会去爱你自己 其实我现在看到有很多的学生 或者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新闻事件 我觉得那些人 其实有的时候从这本书我看完之后 我再去思考他一些个案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些人 其实他也是还蛮值得同情的 因为我觉得他某些的内在 是有一些欠缺 或许他缺少了一块能力去爱他自己 那当然他就也没有那个能力 去爱他身边的人 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这本书 其实他就是讲爱是一个动词 作者他相信爱是一种艺术 那假如说爱是一种艺术的话 艺术的话你就必须有理论基础 而且你必须要练习 你才会变成大师 所以爱是可以练习的 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能力去练习 然后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去爱 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也是我们常常会有迷思 就是说我们一般人都很在意 我们怎么样才会被爱 但是其实爱的艺术里头 很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爱人 因为当我们只在意说 我们怎么样才会被爱的时候 我们的重点就会放在 我们要怎么样才会让自己变得可爱 但是你会忘记去怎么去爱别人 那你只会去在意说爱的对象是谁 然后你会觉得好像这个爱的终极答案 就是你找到一个对的人 你就会找到一个爱的答案 那但是在这样子的迷思的架构下的话 我们就会很容易会被社会的发展 或是资本主义给绑架 因为你会觉得这个爱的对象 就会是一种市场的交换 你有怎么样的学历 你就会想要找到怎么样学历的对象 比方说你身高多少 你就会希望期待一个怎么样身高的对象 然后家世背景收入等等 所以你就会很专注一直在找对象 那这个对象其实有种 某种程度它就会有点像是一种交换 但是你忘记了 其实最重要的 其实是你要能够先爱人 然后爱是一种能量 当你有能力去爱人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对方的回馈 然后对方的回馈的时候 其实会让你 会让你有更多的爱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因为当我们只重视被爱的时候 往往我们也会把自己去陷在一个规格当中 就是那我自己有没有被爱的这样子的一个价值 我的美貌 我的青春 然后我的学历等等 你都会去想它是一种对价 但是没有真正去想说 那我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爱别人 这样子 弗洛姆就是指出 其实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上 我们常常都会忽略了要去爱别人 那爱的重点就是在给予 而且他觉得给予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觉得给予 我们给人家我们的付出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会觉得那好像是一种牺牲 那但是弗洛姆的看法是 他不是一种牺牲 其实当你给予的时候 是你自己的能力的一种展现 当我们有能力给别人的时候 其实是真的是会觉得很快乐 很有成就感 因为你会看到对方因为你的给予 然后他也变得更好 所以其实那样子的回馈 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受 它是一个良性的互动 它会让我们自己也会想要再做得更好 我跟亚惠分享一下 有些时候在学校里面工作 给出去的东西比较多一点 我觉得只要是人多多少少一个念头 就是说我这样子的付出 但是好像有些时候好像没有得到应有的回馈 但是我看到弗洛姆这一段给予跟接受的关系 有一个时刻我突然间觉得说 我就释怀了 我就觉得说干嘛去计较那个有没有回馈 因为你去给这件事情 是你心甘情愿的去给出去 那如果你要去要求一个所谓的回报的时候 那这个东西就变成是有一点点是交换 我在看到这一段之后 也让我整个一个心境有一些的改变 对跟您分享一下这一段我的感受 真的我觉得尤其当老师的 尤其当老师当久一点 我觉得应该都会有非常深刻这样子的感受 年轻老师因为可能学生还没有教过那么多 或者还没有长大 可是我觉得有一点资历的老师 其实你看到学生的成长 他的互动 他不一定是当下很感谢你或是什么 其实你看到他的成长 你就会看到自己在他生命中投入的那些能量 那那个其实会让自己有很大的男主感 我觉得老师当久的时候有些时候他像妈妈一样 弗洛姆在这本书里面 他在描述那个母爱那一段的时候 我觉得他讲得太棒了 就是母爱是一个无条件的付出 所以你知道我看完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马上打个电话跟我妈妈聊天 因为我觉得妈妈实在是太伟大 对对没错 这边其实就可以回应刚刚校长讲的爱自己这件事情 他其实特别在母爱的那一块 他提到就是说 其实当一个母亲 最重要的要给孩子的就是奶跟蜜 因为他说比较容易的是要给奶 大部分的母亲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就是把孩子喂饱啊 教好啊 喂饱然后生活照顾好 那这件事情大概大部分的母亲 都会很努力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比较困难的是蜜 就是你要给孩子蜜 那那个蜜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这个蜜就是你要给孩子一个快乐的母亲 这个就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 你要怎么样让给孩子一个快乐的母亲 其实就是要能够爱自己啊 你要能够体察你自己的需求 然后你要可以照顾自己的需求 我觉得这可能不只是母爱吧 就像一样当老师啊 或者是你在工作上当主管啊 你要能够成为一个给奶也给蜜的人 就是你要照顾不管你的学生 或者是你同事的基本的需求 工作上该做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说是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快乐的老师 然后成为一个快乐的主管 然后他们可以感受到你的快乐 那才是他们真正的幸福 然后这也是一种最高等级的爱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爱 因为我记得他在讲母亲那一段的时候 他说尤其孩子在小的时候 母亲都很容易会有无条件的付出 因为孩子真的是母亲的身体的一部分 对母亲来讲这就是他生命的延伸 他会用尽无私的所有的事情 就是只为了照顾孩子 但是等到孩子大了以后 其实母亲都面对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挑战 就是孩子要离开母亲 那所以这个时候孩子要独立 然后要成为另外一个生命 要离开母亲的时候 其实身为母亲是真的会很难放手 很难释怀 那这个时候你要给秘 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快乐的母亲 其实你就是要能够 能够跟孩子分离分割 就是当孩子成为独立的一个人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很快乐 然后很祝福他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 你要先能够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你要能够爱自己 你才能够在孩子跟你分开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孤单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 the art of logic 就是一个很 很 就是需要一直练习的一个艺术 他这一段就是真的把母亲这一段 讲得太精辟了 又要拉着他 但是又要放开他 然后这个东西之间的拿捏 的确就是一个艺术了 非常难 很难 然后我们也常常在教育现场 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孩子 特别是一些个案 后来追根究底 去实际去了解之后 发现他的源头是在家庭 一个不快乐的母亲 或者是一个不快乐的父亲 然后就影响了他的孩子的一个成长 也连带的让他的整个生活都乱了套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遇到 不管是朋友啊 同事啊 家人 就是当他是一个散发着正能量 快乐的人的时候 他就会吸引更多人想要跟他接近 你有爱自己的能力 然后你才会有爱人的能力 这个部分我也特别看了 因为他在第四章的时候 讲到关于爱的实践 就是那到底我们看了这么多理论 然后他讲了这么多的观念 我们都很心有气其言 但是我们到底自己怎么样可以做到 怎么样在爱的艺术上 我们可以精进 那我觉得他 他有一个提醒 我觉得是很好的提醒 他提醒到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很专注的练习 那这个专注的练习 我觉得也是我们现代人 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他说你要对自己很敏感 那这个要对自己很敏感 就是对自己的感受啊 然后对自己的情绪啊 然后对自己的反应 就是为什么会生气 为什么我会愤怒 为什么我这个时候觉得幸福 那对这些很敏感 然后要去问说 是什么东西引起了我这样子的情绪 你对这些敏感 你就会越来越了解自己 那这种专注的话 他其实里头提醒的就很简单啊 你看他在1956年的时候 已经看到预知了这样子的未来 就是人类都很忙碌啊 我们可能要一边吃饭 然后一边想要看书 然后或者一边滑手机 追剧 然后一边想要在社群上 回应朋友的私讯 然后我们要一边洗澡 一边又要听Podcast 就是我们总觉得好像这样子 比较有效率这样子 但是事实上我们就失去了这种 专注好好做一件事情 好好体会很多细节的 的一种 怎么讲 应该那是一种生命的礼物吧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 真的有很多时间可以发呆 发呆的时候就是 天马行空可以想很多事情 沉淀很多事情 但是现在真的 没有这样子的专注 所以其实我们的感官也会越来越 越迟钝 然后对自己的感觉 也会越来越不敏感 像我在学校里面 我也会来跟学生分享 你如何让你自己的心 能够定下来 如果心反气躁的时候 你可能就用一些时间 也许可能是最简单的一个 数呼吸的方式 慢慢的让自己的心定下来 没错 所以这个是在爱的实践的部分 他有特别提出来 专注啊 然后要有耐心啊 然后这些都是 他在时间片里头 我觉得是很 就是很务实的提醒啊 那他的专注的意味 就是活在当下 这就是现在 现在其实在疫情之后 我看到国外的很多学校 都有引进这个正念啊 Mindfulness的训练 就是要让学生练习专注 练习活在当下 很简单可能也很难 就是当我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不要去想下一件 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这真的很难 我们现在都很习惯多工 习惯朝前部署 尤其像像校长可能 或者说像我们当主管的话 你脑袋中就是会一直想说 今天还有什么事情 下一个行程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安排 然后怎么样去走那个流程 会最有效率 我觉得我们常常是 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想下一个事情 所以其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没有全心全意 那没有全心全意的话 你其实就会忽视掉 很多自己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提醒 或许可以从这边开始 作者在提到爱的四个元素的时候 就是怎么样实践爱 有四个重要的元素 一个就是你要照顾 你要有责任 然后你尊重对方 并且你要了解 那这些其实听起来都非常的老掉牙 但是我觉得在看这些书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新的体会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也是蛮适合练习专注力的 因为它很薄 只有一百多页 但是它的文字的浓度还蛮高的 我觉得我自己在读的时候 我觉得它很适合当 那个案头书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拿起来翻一翻 然后看到其中一段 然后就是慢慢的读 然后就会有一些体会这样子 最近这个 我现在发现读书我也要很专心 所以我后来是一股作气啊 就一个下午我就把这本书 帮他给看完 乖乖的就坐在书桌前面 然后很专心的 我一定要用一支笔 然后在纸上面一边看 然后一边把一些keyword 把它给写下来 我在写过程里面 其实我就在实践那个专注的一个道理 就是我就专注在当下 我在阅读跟理解这本书 像这个书 因为它刚刚您说它的浓度 知识的浓度真的是比较高一点 所以其实如果我片段片段的读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好像很多时候 我没有办法思考 没有办法连贯 但是我那一个下午 我把他给整个一支把他给看完之后 我就觉得说 哇这本书写的好棒啊 有很多东西 虽然说有一些地方我 他在谈那个对省的爱那一块 我就把它调过去了 因为大概我就觉得那一块 我看一看之后 我觉得 跟我的东西不是我很想 另外还有他谈同性的那一块 好像也跟现在比较不太能够接得上 其他的部分我都觉得 都觉得像刚刚提到母爱那一块 我都觉得他讲得太棒了 而且包含说 爱是一个能力那一块 我也觉得 好像突然间帮我自己贯注了一个能量进来 就是 哦对 我应该要这样子来爱别人 然后也爱自己 因为我觉得爱别人 他其实前提是要先把自己 先照顾得很好 刚刚他提到 您提到四个元素 就是关怀 责任 尊重 了解 了解跟尊重 就是因为你去了解他的样子 所以你就会用他的样子 去尊重他 我在看了那一段之后 就觉得说 对我们应该要对我们身边的人 应该要用他的方式来对待他 而不是用我们的方式 让他来配合我们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彼此一个尊重 那没有尊重的时候就没有爱 很多时候 我们对于别人 说是爱 那事实上是一个控制 不管是对于夫妻 或者是对于父母或孩子 好像都有那么一点点的影子存在 对不对 这其实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就是对同理心 就是你站在对方的角度 就是 我不晓得 就这几年有一些经验 包括陪伴学生写论文等等 就是 自己的一些感受 就是你会发现 当你被同理的时候 你会觉得 真的很幸福 就是假设 比方说今天有一个人 可以同理校长的辛苦 校长在讨论 任何事情的时候 必须要思考的事情 就是当你被同理的时候 哇那个能量是 是非常大的 可是那个也真的是 很不容易 你同理的话 你要站在别人的角度 去想他怎么想事情 像我最近才刚看完 就是今年得奖的那个片子 瀑布 他其实里头 有很大一部分 都是在讲同理这个事情 就是你在电影的情节的铺陈当中 你就会看到 当一个人 你可以同理 站到别人的位置上 跟他一起想事情的时候 哇那整个 紧张 然后整个冲突 就完全可以被划解 这样 然后被同理的人 你会感觉到就是 无比巨大的那个 爱包围着你这样 然后你有能力 去同理别人的人 你也会觉得自己真的是 很厉害 很不简单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这些都是一生的功课 所以或许这本书 可能 青少年大学生 可能看来不会这么有感觉 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年纪 或者是说你在不同的年纪 不同的阶段看的时候 我觉得都会有不同的体会 对 我觉得它很适合拿起来多看几遍 特别是有一些重要的段落 应该很值得把花红线再多看几次 因为我觉得道理其实都不太难了解 但是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有 一直提到说 其实这个东西要去实践它是 一定要随时去提醒自己 比如说像我们讲的专注 专注也是要随时去提醒自己 才有办法做到 刚才说同理也是一样 但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 情绪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人还是 没有办法每一个时刻都 百分之百去驾驭我们自己的情绪 坦白说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们 有的时候也是在这样子的感受上 我们就会愿意持续的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你感受到被爱 然后你会觉得那个能量很强大 然后你会愿意 也给别人这样子的支持 非常谢谢雅慧今天跟我们介绍 《爱的艺术》这一本书 雅慧还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大家补充 差不多 不我想到她里头还有提到有一个点 我觉得也 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也是觉得印象蛮深刻的 就是说 其实在谈爱的时候 除了给予爱之外 被爱也是一种需要学习的功课 我那时候看也是觉得 有的时候我们会害怕被爱 就是好像你会觉得 你去让别人知道你有感受到她的爱 然后你被她爱的时候 好像是有种示弱 可是事实上 其实你愿意被爱 其实是某种程度是你把你自己敞开 然后让别人可以进来 然后你愿意依靠别人 然后在别人的面前呈现你的软弱 我觉得这不管是亲子之间 然后或者是说爱情 或者是可能朋友的关系 就是有的时候可以不用那么坚强 这意思是说比方说像当校长 有的时候你也不用好像什么都会 有的时候你也可以跟同事求援 或者是请人家请求帮助 然后人家愿意帮助你支持你 你就很开心的接受 创造一些机会让别人给你爱 然后你也被爱 我在看的时候也觉得 这也是蛮重要的提醒 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忘记 然后最后就再提出来跟大家分享 好 谢谢雅慧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一本 经典好书的分享 各位听众如果听了我们这一集的分享之后 觉得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上网去订购这本书下来看 应该是还蛮值得收藏的一本书 好那再次谢谢雅慧今天晚上 跟我们连线来谈这本书 谢谢雅慧 谢谢大家 谢谢校长 好谢谢